大家晚上好,今天来到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王子街的36-19号,来吃香菜,名字叫做香当有料,现在晚上快7点钟了,好,上第一道菜了,帅哥,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是什么呢,凉菜九宫格,有那个海浙,豆腐皮,雷胶皮蛋,木耳,冰蒸菇,竹笋,北极贝, 牛筋跟猪耳,九种不同的南菜,好,对,咖啡菜啊,跟我们摆在中间,好漂亮啊,很有创意啊,这个生素年轻人喜欢吧,应该,第二道菜是个热菜啊,硬菜,这是一个土造的造型啊,相当有料,上面还刻了他们的餐馆的名字,这里面是什么呀,帅哥,牛啊,干锅牛啊,火山牛啊,上面还有芝麻,有这个辣椒啊,哇,这是香菜味的啊,那帅哥,你们这家是香菜,和我们一起吃的香菜, 和我们串菜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香菜主要讲究那个香辣,不太那个做做麻,对,这小小的区别啊,好,第三道菜上来了,哇,这是一个金鸡的造型,还是一个公鸡啊,红罐的,哇,看着喜气洋洋的,这个倒菜是什么呢,老姜走地鸡,这个鸡看着很嫩,也是土鸡啊,一看,你看,这个鸡肉看着就很紧实啊,里面有大蒜,辣椒,上面有芝麻好的, 这个,你们这摆盘的这些器具都很特别啊,发现啊,听说它那个特色啊,嗯,OK,麻烦你拿两盆,帮我一下,过来,谢谢,嗯,好,你需要杯子吗,需要,两个大杯,三个,三个小杯吧,小杯这个,好的,谢谢,嗯,没事,配上酒嘛,好菜,配好酒,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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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家这个茶水服也很有特色啊,有点像那种, 我们四川有这种,就是铜打的,你看上面是那种手工的落印啊,你看,怪不得是一家网红餐厅啊,你看他们的筷子啊,都是这种金属的啊,比那个木质的筷子好啊,已经三道硬菜了,你看我们这个耗子水啊,先,先的照片扫一圈,还有朋友圈啊,哇,你看那个墙壁上面也是,全是麻将牌啊, 哇,八条红棕,天福,嗯,很有创意,冻啤酒来了,你们这个店开了多久了,有五六年是吧,哇,我看年轻人特别多,外面啊,对,对,对,因为外面的人都好拍大家,对,装修比较说年轻人喜欢拍照什么这样,对啊,爆满啊,外面,对,对,对,我都不好意思去拍别人,对啊,你们这,你们是每天几点到几点营业呢,嗯,十一点半到十一点, 啊,这个美女又拿了一道,这个菜介绍一下,啊,小炒黄牛肉,小炒黄牛肉,这个是绝对的芙兰菜,没错,没错,没错,对吧,我去过长沙,哎呀,这道菜网红得不得了啊,弊点,是,是,是,弊点,你看一下,啊,这个牛肉,牛肉看着也是相当的嫩啊,哇,我都闻到香气了,好,看一下,老板娘,看这个菜的摆盆啊,各方面的人啊,这些你们自家店的主要特色, 这是什么呢,和别的家店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这里的师傅呢,就是专门从大墓过来的,湖南师傅,他们会捉住,他们本品,湖南菜,帅哥,又来一道菜,嗯,哇,这个是特色呀,红烧肉,毛爷红烧肉,哦,毛爷爷红烧肉,对,哇,这个看着是肥而不腻啊,旁边还配有青菜,这个器皿也很特别啊,像一个,有点像维路煮茶那种罐子啊,土桃的啊,这甜口, 还可以做咸口,还可以做咸口,两种口味,哇,太棒了啊,那朋友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了啊,你看,这些老板多么的用心啊,把这个芙兰的乡土特色啊,家乡的,家乡的风味带给大家啊,反复回到了咱们芙兰的故乡,特别是尝到了这个妈妈的味道感觉啊,你看老板的茶杯,都是配上他们这个企业文化的啊,东方招财猫,欲水则发, 白米饭上来了,这个大米一看就很糯啊,大家看一下,柯柯是晶莹剔透啊,上面还撒着黑芝麻,哇,首先很赞,老板这个米饭啊,我觉得比家里都还好吃,特别的糯啊,有点像我们示范的那种正式饭,就是蒸过的,有米汤的那种饭,因为它的米好,对吧,好饭离不开好米,你看这个,大家看嘛,特别香啊,有些煮的饭嘛,它是粘在一起也不好吃,这个饭软日吃中, 有嚼劲,你看这个皮看着就很有弹性 小炒,黄牛肉,辣椒炒的,不然特色 他们家餐馆价格也不贵啊,很适中,我看外面很多学生党啊,在这吃啊,年轻人 这辣椒有点辣,好吃啊,下饭,道道餐的下饭 碗米饭都不够啊,必须得多整一碗啊,大家看这个红油猪耳啊,这个油再滴,你看,油精透明啊 这个猪耳朵,你看,一片一片好薄啊,也是透明状的,你看就非常脆啊,非常酸口啊,这个虾韭菜也不错 你们问一下老板,这儿咱们华人要不春节了啊,有没有人说来订一桌香菜来当年夜饭的,可不可以 它经常都是包房,都是很多人的 这个包房,十到十二个人啊,朋友们,年夜饭吃的香菜也是 这里可以打通的,你们可以,打白的 有两桌,老板说,两桌,哇,那可以做二十几个人啊,哇,全家人 四十同堂来做都可以 嗯,这茶也好喝,这茶就是,有点像我们曾经的那个老鹰茶 对,经常说吧,差不多吧,一曲同工,好喝 吃一下,喝点茶,刚刚好 好,这个毛爷最爱的红烧肉必须拿一块啊,我裹点下面这个酱 下面这个酱都可以泡饭了啊,这个汁 刚才人家服务员说,可做甜口也可以做咸口的,这个红烧肉 哇,你看这个汁,就在掉啊,必须拿一块啊 对面那个美女,吃了几碗啊?吃了一碗 吃了一碗,吃了一碗,吃了一碗,吃了一碗 来一碗,好,大家看,这个红烧肉一口焖了 哇,你看,哎,好软的,嗯,一点都不腻 嗯,这边这个肥肉一抿就坏了 小孩子吃的变聪明啊,美女吃的皮肤好啊 胶原蛋白,满满满满满的,嗯,过年也必须拿一块啊 九共和这个嫩竹笋也好吃,非常嫩 新鲜竹笋拌的,它这个红豆吧,不是很辣,很鲜 不是那种死辣死辣的,死辣死辣的不好吃 辣喉咙,辣味就不好了,这身体也不好 小炒牛肉好吃,小炒黄牛肉,大饭了 感觉吃这个香菜,一天吃三顿饭都不够啊 比较吃五顿啊,太多好菜,老板这菜,还有很多品种 吃不完,这么后一本菜脱,大家看,多少菜 今天点的才是个凤毛,凤毛一脚,你看,大菜单这么多 辣的不辣的都有啊,还有小吃,还有桂花酒量小原子 还有奶茶冰粉,还有羊子干露,榨田酪汤圆 还有南瓜饼,还有黄鸡小馒头 小吃也很多,还有各种羹啊,特色的汤品 各类的主食,还有田园食酥,很多了,大家自己来看啊 哇,帅哥又端来了,香菜不可少的最大的一个元素 什么?剁椒鱼头 哇,你这个剁椒鱼头,这是什么鱼做的? 碗鱼头 碗鱼头啊,新鲜的碗鱼头吗? 没错,没错 旁边是配的嫩豆腐 上面满满一层剁椒,下面还有配菜吗? 没,不过客户点的时候可以选择加那个面膜的米粉 下面是这个炉子,是保温的吗? 装饰 装饰,看的红红火火的啊 过春节这个必来一道嘛,也不可少 太重了帅哥,你放上去吧 这一盆菜真的太重了 就跟您这句话了 简直先不洗脸盆啊 不,你应该起名叫,洗脸盆,剁椒鱼头 太大分量了 哇,这个鱼吃了,吃鱼头吃了聪明鱼头 鱼里面那个胶原蛋白也很丰富的,对吧? 我们四川有很多菜是专门鱼头 美蛙鱼头 我们四川菜还有那个蒜菜鱼头 大家一定要来品尝啊 哇,你看这个油啊,汪亮汪亮的 太有食欲了,这个剁椒的香味我都闻到了 旁边的美女说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随便哪里下手都是厚厚的鱼肉 大家看吧,对吧? 你看美女随便一碗 哇,中间就是一个毒刺,对吧? 老的小孩都可以吃,对吧? 一大盘 大盘 再拿点豆腐 再拿点豆腐,说这个豆腐 哎呀,这个豆腐太嫩了,看着 滑滑的,哎呀 对面转过去啊 哇,这个鱼一看就很新鲜 非常新鲜 哇,一块大坨 大家看中间就是一个大大的刺 你看 我就在搞这个 鱼嘴 大家看 这个肉还有弹性 太新鲜了 再搞点汁在上面 我也来一块豆腐 我也来一个豆腐 吃豆腐 好,替大家尝一尝 剁椒鱼头 还冒着热腾腾的气 一抿骨头就下去了 一点都不腥啊 有的鱼没有处理好的话 有些有土腥味的 一点都没有 就是那种鱼的清甜口 淡淡的辣,不是很辣 我吃了一道地道的芙兰菜 俗话说 四川人不怕辣 贵州人怕不辣 芙兰人辣不怕 对面那个托云老师 今天的 吃和小中队的这个 点评点给你 哇,今天东西很好吃 要新鲜 要好吃 还来不来? 咬辣咬不辣 那当然来啦 今天特别推荐的就是这道剁椒鱼头 因为香菜也是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 这个香菜又叫芙兰菜 那这剁椒鱼头是咱们人民群众 到香菜晚必点的一道菜 那今天来的这个 相当有料 他们家这个鱼头啊 同志们必须来打卡 老板说了 他们家很多留学生来这里打卡 有的在曼哈顿 都要在这里来点外卖出过去 他们真是忙都忙不赢啊 那当然还有很多 芙兰的老乡 是一定要在他们这里来吃 家乡的饭菜的 分量太大了 我们吃不完都打包啊 不要浪费粮食啊 你看他们家的牙签 都是一套一个系列的 他们家的品牌 好,帅哥又出场了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甜品啊 叫什么 冰粉 相当有料装和冰粉 这里面有什么呢 冰粉 然后红糖 水 老招 酒量 然后上面这些 那个黄色的是什么 芒果 芒果 那个还有小珍珠啊 哇,这吃了要甜甜蜜蜜啊 2024年 你看 在冬天也可以吃到冰粉 在法拉盛也是不多见了啊 老板完全是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口味啊 真的 现在很多卖冰粉的都要夏天才卖嘛 哇,里面真是 冰粉也是相当有料 哎呀,他们家真是 什么都是相当有料 名不虚传啊 哇,大家看一下 相当有料的这个企业文化啊 做的是太好了 这个盒子大家看一下 不是装的蛋糕 是刚才我们没有吃完的鱼头 因为鱼头分量太大了 味道怎么样 嗯 好吃 我要吃这个冰粉来 不相当有料吃到川菜 我都觉得值得 真的 心情好的时候 要来他们家吃饭 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要来他们家吃饭 天气好的时候 更要来这里吃饭 天气不好的时候 也不要窝在家里 也要到这个相当有料来吃饭 对不对 咱们每天要正能量 吃饭也要正能量 吃好了 对不对 梅老师经常怎么说呀 梅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 要享受 对 对不对 吃饭好喝 玩的好喝 是用那种天然的冰子搓的 因为里面有气孔 对吧 这镜头看不到 它真有气孔 那种用那种配料 就是咱们也不说配料吧 反正就是那种勾兑的那种 它是没有那种气孔的 真正的搓的那个是有气孔的 那种吃了也是轻火解热 对身体有好处的 太好吃了 夏天的时候我在四川 夏天我也是自己搓冰粉 在市场上买那个冰子 里面还有花生碎 剩下去满口香 你看看 真的是相当有料 葡萄根 太好吃了 还有珍珠 大家看一下 见底光了 喝完 冷到天 吃着一点都不觉得凉 这冰粉太好吃了 有没有专门打包冰粉的呢 有 越冷越要吃冰粉 对啊 这像不像大酒楼的打包 哇 哇 消费满100 还免费停车2小时啊 哇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在盒子上 好的 好吗